卖菜老板绝不会告诉你的食物储存小技巧 一 香蕉放两天就容易坏 用清水洗掉表皮的催熟剂 纸巾擦干水分 再打湿一张纸巾包住香蕉的底部 放到天荒地老 想吃的时候依然完好 第二 把胶带贴在西红柿的屁屁上 锁住水分三个礼拜都新鲜 三 将香菜根部用纸巾包裹喷上水 放在杯子里边一个月都很新鲜 四 包菜多了吃不完 用小刀将包菜的根挖掉 里面塞入厨房用纸 喷上清水将纸打湿 半个月都不会坏 五 草莓容易烂怎么办 只要在水里倒入醋 把草莓放进去泡一下 什么时候吃都很新鲜 六 大米放久了就容易生虫子 将生姜和八角放入纸巾中包好 放入大米袋子里边 这样大米放一年都不会生虫了 七 碗中倒入纯净水 白醋 小苏打 给它搅拌均匀 自动喷壶喷在土豆表面 装进纸箱里边 一个季度都不会发芽的 八 西瓜买多了吃不完 直接放到冰箱里面 还滋生细菊 准备两个新鲜大蒜 分别放在西瓜两边 再将保鲜膜给盖上 最后把西瓜放进冰箱 放几天都是新鲜的 九 面包容易发霉 悄悄地在袋子里放根芹菜 密封起来就不容易发霉了